不过真正在全球极端气候里头会引起战争 粮食死亡的还是旱灾干旱 所以缺水是最严重的问题 曾经很多人认为它的答案是把海水淡化 但是海水淡化的价格非常昂贵 始终没有成为真正商业化的使用价值 而现在有一个所谓的美国的一个新的技术 而全世界拥有这个技术的大概有50几个国家 从美国开始 基本上它就是叫做云波种 就是在云里头注入一个叫做点化云的物质 然后它就会集中一定的云 然后就降下雨下来 它的价格只有海水淡化的千分之一 2022年的美国西部深陷一场史诗级的干旱 作为贯穿美国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密西西比河 近乎干涸 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困境 且不只是美国 欧洲也还没走出百年一遇的干旱 联合国预估最快2025年 世界上会有三分之二人口被迫面临严重的缺水问题 即需创新技术来应对危机 俗称人造鱼的云波种技术 是一种看似全新 其实早在1940年代 就已经被发现的天气改造技术 号称只需要在云中注入一种名为点化银的物质 就能导致云中的水冻结增加降雨 他最早在1946年试验时 仅单纯将干冰释放到超冷层云的顶端 因为必须先透过冷冻过程 形成冰 才得以借降雨或雪的形式落下 如今伴随时代演进改用点化银 装入这一整排弹匣 带飞行员飞到特定高度 再射入云中 从增加降雨的角度而言 在山上进行云波中是最有价值的 因为没降下的水会被储存成雪 等待春季溶冰 德州便是借此灌溉农田 爱达河州 加州 克罗拉多州 犹他州和怀俄明州等地 也靠它填满水库 不过人造雨仅适用于机云 且在风暴中必须存在内部向上气流 在推动过程中成效始终饱受质疑 尽管一份来自爱达河电力公司 及美国家大气中心的研究称 总体降水量至少能增加5%到15% 但他们并不否认 多数被土壤吸收 其余则化为净流 政府预算平均每年 却得耗资近50万美元 专家分析 云波种技术无疑是当下 能消耗最少能源 却创造出最多宝贵水资源的技术 平均每小时的云波种 可以返回多达10万立方米的水 相较于海水淡化技术 比云波种要贵上千倍 尽管它无法彻底解决干旱问题 但若运作良好 将渴望让干旱的冬季 增加至少10%的降水量 再加上云波种 还可以抑制机场周围 发生冰雹 消除雾气 显著减轻雷暴所造成的伤害 近年来已被全球50多国广泛采用 有反对者忧心 点化银释放可能会伤害环境 声称这种化合物对水深深物有毒 并会在环境中积累 但历经半世纪以上的实际操作 科学家已经很肯定 它只会在地面上留下惰性尘埃颗粒 更何况地壳中天然存在的点化银 远比云波种期间释放的量 要多出100万倍 而植物通常是从根部利用电荷 将养分带入 点化银不带电 所以不会成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对人类来说 云波种不但没有改变天气模式 或从其他地方带走水 还是对环境相当友善的一种 高科技求与手段 从滑雪盛地的商业用途 一路发展到军事名声 美国曾经靠着云波种 在越战中延长季风季节 让大雨酿成的泥泞 成功挡下越共的军事装备运输 如今这项改变天气的技术 正努力抢救美国西部的严重干旱 并期盼又朝一日 能替全球面临的缺水问题尽一份力 在那里面临环境上 对方的角色 并阻挡上到的